全是有三名机组人员从德国返回香港后确诊 国泰航空初步相信跟法兰克福的饭店有关联 决定所有11月从法兰克福回港的机组人员 都需要隔离21天 而从今天开始香港机场也分成两区 区隔来自大陆以及海外的旅客 有大陆的旅客表示这样会比较安心 以下是来自香港的报道 一星期内有三个国泰机长回港后确诊 因为他们都是扩免检疫人员 有社区博弈的风险 港府决定机组人员要打三剂疫苗之外 免检疫期间也要一天一检 而确诊的机组人员在法兰克福都住同一饭店 可能是饭店有传播链 国泰规定所有11月从德国回港的机组人员 都要21天的隔离检疫 有专家更建议免检疫机组人员 最少也要隔离7天 以免把病毒带进社区 而为了找日大自根大陆免检疫通关 香港机场从15号开始 划分成绿色及橘色两个区域 区隔来往大陆及海外的旅客 有大陆旅客认为这样比较安心 因为确实最近还是境外输入的病例还是挺多的 所以就分开来可能会好一点吧 机场进去内的员工也同时分成两组 不能夸区工作 向下班要走不同的出入口 不能公用餐厅更衣师等 离开时也要经过两次烧毒 以上是左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